林佳龍 誰都知道他的人和是有一些問題的 他表面上對媒體啊 挺客氣 對這些主播啊 媒體人啊 或者主持人啊 他是挺客氣 但是對於他同腦同志的 可就未必了 你來到從今坦白 我是歐從敬 我們看到啊 臺灣這個行政院到底花落誰家呢 賴清德到底要把這個院長的位置呢 給卓隆泰 還是給林佳龍呢 他現在釋放出兩種訊息 那到底是為什麼 首先呢 這是啊 統治的一種技術 也就是說啊 他故意在做一種派系上的平衡 換言之啊 他要讓兩個派系啊 互相向他歐美也 向他努力的慘美 而且啊 他不願意啊 立刻給任何一個人 好像就大勢敵地 這樣子呢 他就會讓某一個派系啊 看起來特別有希望 而且呢 就會在這裡全部的把相關的資源給拿走 要知道啊 一個行政院所挾的 可是各個部會 而各個部會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位置 換言之啊 不愧是一萬三千多位置 全部由賴清的一個人發完 因為我們知道啊 他能任期啊 四年 而且派位置最終啊 就在最前面這一年就得派完 你說我們就算滿打滿帥 算一年多好了 四百天要派一萬三千個位置 這是個什麼概念 這是每天要派三十幾個位置 那大家可以打開自己的手機或者是電話本 你看看你認識這麼多人嘛 你了解這麼多人嘛 你又找到這麼多適合的人放在位置上嘛 所以通常啊 一個人啊 再怎麼行 透過自己直屬人脈上啊 能放上去的人呢 最多就是一兩千 這也就是說賴清德啊 就算把他自家 他熟悉的所有人全給擺上去 在重要的位置上去領那些薪水啊 頂多也就是一兩千 那麼其他花落水家 其他就會由啊 這個行政院的龍頭啊 來作為分配了 換言之啊 這行政院龍頭他可是分配 各個部會重要的位置 還有呢 就是公營企業的這一大堆董事長啊 總經理啊 副總經理啊 副董事長 或獨立董事等等 所以啊 這個行政院長啊 最大的功能還不是他的權利 而是啊 把位子給派出去啊 在這裡呢 他是有很大的空間的 因為啊 任命權 在整個行政體系上啊 這個院長是非常具有任命權的 他可以完全越過賴清德 直接就任命了 所以過去我們看到 蘇貞昌 竹竹竹干了三年了 他可是肥透了啊 整個所謂書系人馬 或者是靠近他的人呢 可以說啊 是吃得盆滿駁滿的啊 因為呢 一旦是好的位子了 甚至可以一整年就領了大概是上千萬的台幣 如果三年下來 岂不就三千萬 三千萬是什麼概念啊 台灣的大學生的所謂基本性一年呢 就是三十萬 所謂三千萬四年 就是人家三十萬要領一百年 這也就是說啊 你只要四年下來 你就比一般大學生呢 是多二十五倍的收入 如果帶利息加上去 那恐怕就不止啦 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公關費用啦 還有司機啊 秘書啦 還有免費提供的宿舍車子 這些加強起來 你可能就是比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啊 得到的是數百倍的利潤 你想想看 這樣一來 這個位子怎麼能夠不搶呢 那麼 給林佳龍有什麼好處 或給牛龍泰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啊 林佳龍他可是齊美王國的富馬員 齊美可是台灣的百大集團 而且齊美實業是代表綠營的三大最重要的集團之一 這三大 一個是齊美 一個是長榮 再一個是義美 而齊美向來是非常熱衷的參與政治的 這個林佳龍呢 就是他們現在的董事長廖錦翔的趁頭快序 而林佳龍在年輕的時候啊 事實上他家過了是挺辛苦的 他媽媽還擺麵攤子 他爸爸呢 開了一個小西裝店 所以呢 他不管是在他媽媽的麵攤子幫忙賣麵賣了好幾年 或者是幫他爸爸呢 在西裝鋪子裡面啊 幫忙剪裁 這些料子也搞了好幾年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 特別是在25歲以前啊 他日子幾句說是過得挺辛苦的 也就是他從高中以來啊 大部分呢 都一邊是要幫助他家裡的 而這個林佳龍呢 當然啊 對於如果有位子 他是絕對是要不落人口 也正因為林佳龍是這樣的性格 所以啊 他很努力的在位子就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林佳龍呢 誰都知道他的人和是有些問題的 他表面上對媒體啊 挺客氣的 對這些主播啊 媒體人啊 或者主持人啊 他是挺客氣的 但是對於他同堂同志呢 可就未必的 因為他知道啊 如果把位子給出去的話 那麼將來啊 他要是有了更多的競爭對手 那不就把他翻了嗎 現在啊 林佳龍他如果考位上來的話 幾乎就意味著 幾乎可能 四年後或八年後 出來選大位的人就是他了 別忘了 林佳龍的年紀啊 其實只跟啊 咱們這個賴清德怕個兩三歲而已 而且啊 如果比拼他們背景實力 那林佳龍要比他強得多了 萬一啊 賴清德來了一個馬師前提 也就是說 在未來的三四年裡面 如果表現不佳 那麼呢 整個綠營很容易的 就轉到林佳龍的身上了 所以他要不要用林佳龍在這兒 他大概真的要多想一想 所以啊 他就放了另外一個人 那就是左龍泰 左龍泰向來啊 是以一個平和 而且像是一個一般的公務人員 並且像是一個好好先生 你說左龍泰還有什麼優點 大家說不出來 你說左龍泰還有什麼缺點 大家也說不出來 這就告訴大家 用左龍泰了就等於是 打一個安全牌 換言之 如果他不放心林佳龍 那麼放個安全牌 那就是左龍泰 為什麼左龍泰是安全牌呢 因為左龍泰啊 人家可是幹過民進黨的代理主席的 這樣一個幹過主席的人物 把他擺到院長去 大家肯定是要沒話說 而且左龍泰的年紀啊 也和林佳龍差不了多少 換言之啊 正好是同一個輩分 並且左龍泰曾經協調過 當時候 泰英文啊 在連任的過程裡面呢 所產生的各種紛爭 所以看起來左龍泰呢 顯然是多少有些輩分 更換啊 不管左龍泰或林佳龍 這兩個人差不多都已經是賣上60歲的年紀 怎麼樣 你都不能說他們是個身手了 雖然左龍泰啊 在政治其他的背景上 不像林佳龍幹過台中市長 又幹過貂東部長 但別忘了啊 左龍泰呢 因為他確實出任過這個主席的位置 並且呢 他曾經有些關鍵的時候 還是由他居忠協調了 所以就算啊 這個林佳龍幾乎幹進的所有重要位置 包含啊 蔡英文的秘書長 這幾個關鍵位置他都幹過了 好像聲勢上應該是要超過左龍泰 可是啊 如果就人員來說 左龍泰真的就是要勝過林佳龍 那你說賴清德在這裡要選誰呢 如果賴清德想打安全派 就會找左龍泰 而且左龍泰比較不會有機會 在四年後 抹不出來賴清德的連任 也不會給賴清德太大壓力 還有啊 應該是給左龍泰 你什麼時候想要換一個人 左龍泰也不會太有意見 他隨便調到任何別的 差不多的位置 他都是能接受 但是你如果要把林佳龍給換下來 那恐怕你就要得罪七美集團囉 感謝你收看